他说三轮是三处 一个施者 人不施的自己 第二个受者 就是受我不施的人 第三个失误 我不施的那个东西 有了这三处才能成为不施 但如对于这三处 没有法性空会的造见 那么实有受施的受者 以为他是受我施语的 实有就是实气有实在有 真实有守施的东西 四大四小是贵重的 是比较不贵重的 比较粗略的比较殊胜的 这样不能通达无自信空 就会处处着相 卓我相 卓法相 有取有拙 就会我我所卓所欣服 不能出离三界而去入佛道 那么这个从两点来说 一个就是因为你执着 你就起烦恼 起烦恼 那么很可能就造二约 这是一点 那么你不施的功德还是有 但是就是变成杂烂 会有肉 而且会减少 就举个例来讲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我不适合给那个人 后来那个人的表现不如我一 我就后悔了 我们通常说后悔有两种 一种就是因为我做善事后悔 一个就是我做恶事后悔 那如果我做恶事后悔 那是好事 可是我做了善事后悔 那就是不好的事 我做恶事本来要有恶月 但是我后悔了 我的恶月就会减轻 那我做善事本来是有功德 但我后悔了功德也会减少 一样的道理 就是很正常的 所以那你为什么会后悔呢 因为你有执着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你会增长烦恼 减少后悔 因为你有 金刚刚说的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那其实就是你执着 我布施给你什么东西 那么你执着的这个你容易后悔 那么而且我们讲容易退普的心 然后容易失去你的悲心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因为你执着有我 有人 就是刚刚讲的我相 人相 众生 受者相 你那个我贱就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那你如果有我贱 我贱是生死的根本 有我贱其我爱 有我爱才产生出种种的 种种的烦恼 有种种的烦恼才造种种的恶业 有种种的恶业才受种种的苦 那么有种种的生死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你不要说要成佛 伺就俊 伺成伴隆 你单单要出三戒 要出三恶当 你都没办法 那么何况要成佛 所以这个如果你没有法性空位 就是的关照 那么你很可能就会 那么有这样的过快 第一个就是 你不但地巩固我贱 第二个就是 你时时在起烦恼 你的我贱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讲有两种 一种是与生俱来的 这个巨生我贱 一种是透过学习 那么不断不断 分别不断增长来的 就是这件事 我又增长我贱 那件事我又增长我贱 我更保护我自己的 我更爱护我自己的 我更讨厌这种人 我更讨厌这种事 那么这样的事不断发生 不断发生 那种我贱就不断越来越重 那么当越来越重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现象 叫做自私自利 凡事只想到我不管别人 那么即使会造成别人的痛苦 会损害到别人 只要对我有利就好 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那这种现象就会 你会让你烦恼越来越重 我贱越来越强 我爱越来越重 那么这个就会导致于 你跟三二道 跟出三界离得越远 跟三二道离得越近 那所以基本上 你的执着 重点就是我执 我爱我所爱 我贱我所贱 那这一些通过你不施 就是只要他好 那我损失是没关系的 因为我的损失能让他变得好 能解决他的痛苦 能增加他的喜乐 那么我的损失是值得的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你不断地增长你的我见 就会造成 不管他有没有损失 他好不好 只要我要好就好 这个叫做自私自利 那么如果你有信空会 他就是无私无我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金刚经他就说 不住色身相畏触法 而行不施 其实住就是直取 不直取 我不施给你 你还给我这个颜色 我不施给你 你还这样想我 就是这样 他就开始会退 而且开始会起烦 造恶业 所以如果没有法性空会 法性空会 其实就是无我的智慧 很简单就是这样 那么在布施署 就有这三处为实有的 重点是我是实有的 我像人像 你也是实有的 你是真受我帮助的 我是真的帮助你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行布施署的时候 真的会这样 真的会这样 就是说你开始会起烦恼 那么是因为第一个 我经常布施的人 他没有合乎我的期望 我布施给那么多 布施那么久 就是我帮助你那么多 帮助你那么久 到头来 到头来你这样对我 那么我们就会重新以后 像你这样的人 他可能从此不再布施 或是从今以后像你这样的人 我都不再帮忙 那么我费心的教你这么多 结果你这样以后不再教人了 我宁愿把我所学到的 没有人知道放在肚子里面烂到死 我都甘愿 就变成这样了 有这种观念 那这种观念其实就很简单的就是 你没有法空位 没有波人 那么来引导 那导致于布施本来会生起喜乐 我们说为善罪恶吗 那么会生起喜乐的 会欢喜会有宪法乐作 可是变成宪法苦作了 本来会有功德的布施会有功德吗 所以布施直接的功德就是欢喜 生欢喜心嘛 现在布施之后 布施的时候欢喜 可是布施之后 一段时间之后 生烦恼啦 起痛苦啦 为什么 就是没有法空位 没有去观照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实际上都会有 以前我也发愿过 我以前发愿过 只要有谁 只要有谁比我还需要 我一定把那个东西给他 只要你来跟我要 只要我有的 我一定给你 刚开始很欢喜 后来就不欢喜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什么都给你的时候 你就什么没有都来跟我 后来我就起完了 真的喔 一开始很欢喜 真的很欢喜 一愿而起嘛 很欢喜 但是当他知道你要什么 他就给 你跟我要什么我就给你的时候 他就变成两成习惯 还是要什么来跟我拿 一开始一次两次三次都很欢喜 多几次你就不欢喜了 你就会觉得阿里均白 你现在是把我当什么 所以你就云取云求吗 就开始会这样 这个就是我相恋下 就是说你开始执着了 没有善于剃头 这个是我实际的例子 然后就开始就会有一点点烦恼 然后后来就会很生气 然后他会认为 因为你每次给他就变成习惯了 他就觉得你给他是应该的 你不给他就不应该 是你的错 就会这样喔 有些人就会这样 你一天给他一个馒头 你今天没有放式给他一个馒头 他会感恩你 明天再给他一个馒头 他更感恩你 后天再给他一个馒头 他加倍的感恩你 但是你给他馒头一个月 他就觉得你不给他馒头 他就开始怪你 你今天为什么没有给我 你把我的馒头拿去哪里了 就会这样喔 就是当你没有能力再给他 或是你拿不出来给他的时候 他就觉得怪你了 本来你给他他感恩你 后来你不给他他就气你了 你应该要给我的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 那你开始就会很生气喔 凭什么我就应该要给你 我给你是我欢喜给你 现在我不欢喜给你 我不给你了 就会这样 我实际上有这种意思 所以我们就觉得 但是佛法就告诉我们了 但是老实讲这个不容易 就是说 他来给你要一次你欢喜 要三次欢喜 要三次以上你就不欢喜了 开始不欢喜了 一直来给你要 而且要了这个 还要那个你就不欢喜了 真的会这样 所以老实讲 你要三轮体空还不是那么容易 真的还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你透过关照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鉴斥 因为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要觉着 那这不是我的愿吗 这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吗 那真的人家来跟我要的 为什么我会不欢喜 原因出在哪里 为什么 你要去想 那想好了 你把那个解解开了 又可以 但是还没那么快 这个要 这个要有一点点就是你智慧 你才能够解开这个解 这个所以这种 这种你如果没有想清楚 你很容易因为布施起烦恼 而不是因为布施起烦恥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就说 剥了没有剥了五度鲁玛嘛 本来要做功德的 后来反而起烦恼 做罪业的 造罪业的 就会怎样 好 所以没有法性空会的造件 布施的时候就会只为实有我 人以及所施的物 那么 以为我是能行布施的 使有受施的受者 以为他是受我施你的 那么直准我是能行布施的 就会自以为高人一等 然后我是布施给你的 所以我比你高 我是有恩于你的 我是你的补养 我是你的贵人 开始就会有那种 我高你低 我好 我是帮助人的人 你是需要受我帮助的人 开始有那种差别 差别型 那么就认为自己 就自以为是 开始有这种心 那么你只有受施的受者 你是受我帮助的人 所以就会有一种就是 我是帮助你的人 所以你看到我态度要好一点 你要尊敬我一点 你要巴结我一点 就是也是像这样 那么这种其实还是我见的 那么我帮助了你这么多 以为他是受我施语的 那么使有守施的东西 是大是小是圣是恋 那么这样不能通达无智信空 就会处处着相 着我相着法相 有我有法 那么有取有着 就为我我所执所欺服 不能处理三界而去入佛道 这样的着相布施 叫做世间的布施 波罗蜜多 其实世间的不能叫波罗蜜多 因为世间不能到彼岸 那么所以叫做 这个叫做不成波罗蜜多 世间没有波罗蜜多 世间只有布施 不能叫做世间布施波罗蜜多 因为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 你哪里 这样哪里能够到彼岸 没办法 到彼岸至少是要到生死解脱的彼岸 那么你有我相 有我执 那么有我爱基本上是不能得解脱的 那么正出口最少都要断我相 就是断我执 生见 所以他叫这个实际上不能叫做世间布施波罗蜜多 那假名为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到彼岸至少见 另外有些还讲有一个度无几 主要是到彼岸至少见 四成半 至少见 反之如布施时 对于施者受物 受者失物三轮 这三个点 都能够与无守得的空慧相应 就是要说无私无我 那么我布施了给你 我知道是我不施给你 也知道我布施了你什么东西 你需要什么东西 但是我不执着 不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不执着 我认为本来就是要给你的 本来就是你应该得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有的 这一般我们讲的说法叫做吃方来吃方去 那么就是这些也不是我的 只是我暂时有的 甚至我自己都不是真实有的 就是这些东西我是所有人给你 但是我有这个辅导 那么我也又不了那么多 你比我还需要 应该是要你要的 就是说他不会因为给了你什么东西 而产生我高你低 我好你不好 我是帮助的 你是收帮助的 那么不会有这种叫做我像 人像 众生像 不会有这种东西 当然这个要训练 这个不是一开始你布施就可以这样 没有 就是你一开始你要常常关 关照这个我空法空 关照这个色作小形式无我 关照一切法无我 无常无我 那么你如果没有这样关 你哪来的法空会 你哪来的无所得 没有 无所得不是说我发谱提心就有无所得 不是的 你必须要关照照见五蕴皆空 你才有无所得 你要我们讲过 要经过文字 然后关照 起关照 到底什么是我 到底为什么我会起烦恼 我都起了哪些烦恼 为什么 那现在要怎么办 要怎么解决这些烦恼 要怎么解决我见 要从哪个地方下手 那么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苦其虐道 所以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如果没有这样修上来 你怎么样有无所得位 所以五圣共法其实还是建立在三圣 大圣不共法建立在三圣共法的基础上 你没有三圣共法的无我正见 你拿来大圣不共法的无所得位 没有啊 所以这个没有无所得位 你拿来六度波罗蜜 没有啊 你单有菩提心 你单有大悲心 你的大悲心没有信公慧 不是真正的大悲心 你的菩提心没有信公慧 你那个是世俗菩提心 不是圣意菩提心 你是会退短的菩提心 你那个大悲心没有真正大 没有真正缘亲平等 没有一切众生都起悲心 没有啊 所以原因都是没有信公慧 那你的信公慧在哪里啊 一定是从三圣共法里面 那个去关照 关照五云无我来的 关照一切法无我来的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 你的大圣不共法 你的大圣无法 哪来的大圣没有啊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信公慧 没有无所得 没有无我 无所得的智慧就是无我的智慧 你没有无我的智慧 无私无我的智慧 你的菩提心是世俗菩提心 不是圣意 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你的大悲心不是真正的大悲心 你的菩提心是有弱的 杂然的 你的慈慧 忍入渐渐禅禅 都是有肉的 有违的 那并三圣都没办法 何况是大圣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智慧 尤其是无我的智慧 是一切佛法的核心 不管是三圣还是大圣 当然如果是五圣 就还没有牵扯到无我的智慧 他要有阵线 要有善恶因果业报的阵线 那么这样 但讲到要三圣或大圣 要出三圣 要出四圣或四出四圣 就一定要有无我的智慧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三圣亦无我的智慧 而得解脱出三圣 大圣亦无我的智慧 而利益一切的众生 请菩提心发大悲心 利益一切众生行菩萨道 差别在这里 那么所以 不施时对于施者受者失误 这三点这三处 能与无所得的空慧相应 那么或是无分别智相应 无所得的空慧 其实就是无分别智 那么它就是什么 就是深入法性空 一切法治性空 那么不取我相 不取法相 我相 法相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后来的布派 把我相跟法相分开 我空 法不空 就变成这样 我无智信 法有智信 就变成这样 其实我空 法就必空 法空 我当然就空 其实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的 你有法治就一定有我治 你有法治就一定有我治 不可能说你有我治 你有法治没有我治 你断了我治那只有法治 那不可能 法治就是我治 十二处十八戒 它就是一切法 所以不取我相 不取法相 那就是有方便善巧的布施 不为烦恼所欺负 那么能动能出 名为出世间的布施波罗密东 真实的出世波罗密东 是大地菩萨 大地就是出地以上的菩萨 其实就得无神法兰的菩萨 与无分别致相应的布施 就是法空会相应的 发心柱以上的菩萨 发心柱 前面在哪里 前面279月 299月第1 2 3 4 5 第五行 它说出地以前 大地就是出地 十地菩萨都是大地菩萨 那么数列十柱十寝十寝 十回相有三十位 那么十柱的出柱 就是都发心柱 那么它是发心柱是什么 休息性等实心 就是实心位圆满的 实心位已经圆满成就 就进入发心柱 那么我们再翻回来 再看 它说发心柱以上的补障 发心柱就是向实地前进 实柱实情实位相 那么能与法空会相应 名为尽是波罗密东 它只是相应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 得到这个法空会 如果你证得大地上的菩萨 就是无声法人的菩萨 就是真正得到这个法空会 无所得 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 一切休闲 一切波罗密多 都应该这样的休息 我们想说休有两个 一个是复习一个休息 就是去实践 去实践 好 接下来看 这个是布施 然后来就是持戒波罗密多 那么赤说戒波罗密多 那么如布施 如修布施行 而不能使自己的身心如法 所作所为 食产损害脑乱众生 这样的持戒利他 是不能达成利身的目的 因为菩萨重点在利他 利益众生 就好像顾众生 不管你有没有正无声法人 菩萨到实信实助 实情实回向 那么乃至于实力 正无声法人之后 都是以利他为主 三圣是自利的 菩萨是自利利他 是重点在利他 那利他有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叫做不害 这是印度的传统美德 不害 不害就是不伤害 不伤害不损害 不损扰一切众生 这是其实印度的传统美德 那么他是来自于利他 所以说假设你没有利他的心 一般讲 一般说自私之心又不准 图形布施有何用 那你没有利他的心 不但没有利他的心 还有害他的心 反过来就是害他 那么所以这样就算你有布施 意义也不大 所以他必须你要利他的心 要反映到你的日常生活来 行为当中 就好像你的正见正思维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从你正与正业正义看得出来 如果你有正见正思维 却没有正与正业正义 你的正见正思维不是真的正见正思维 其实是这样 所以你的菩提心从哪里看出来 你的大悲心从哪里看出来 就从你利他的心看出来 那你如果当然 你无私无我的心来利他 那这种就是跟法控会相应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说你不能使 你布施 那不能指自己的身心如法 身心如法就是和与道德规范 那么那没有道德规范 他所作所为就是你的言语 你的行为你的信念 时常损害脑乱众生 这样的慈悸利他 慈悲 那么救济利益 然后这些众生 是不能达成立身的目的 那么就是你损害脑乱众生 虽然你有布施 但是你常常在损害脑乱众生 那就是孩子一面给他吃糖 吃糖是布施吗 那一面又打他骂他 那你给他吃 然后又嫌他 然后让他起烦恼 孩子也不会跟你结善人 就算你自己的孩子都这样 何况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人 所以你虽然很帮助的他 但是你态度上 言语上 那么自以为高人一等 侵犯他 就是你帮助他 你还要念他几句 还要讲他 还要讲他几句 还要嫌他几句 这样 就算你让他知道错了 你帮助他 你是帮助他的人 他也知道 但是他实际上也不会真的感恩你 为什么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帮助他 你纳他一把 你就还要损他几句 还要讲他几句 还要批判他几句 然后这样的这种 其实就是损害害他 他说 而且如果自己堕落不堪 事业与财务也一定丧失 哪一生失缺人生 这样还能不失 那这个就是从你不辞戒来讲 你如果不辞戒 那此戒基本上如果说依五圣共法来讲 他就是这个杀到盈望 那依这个三圣共法里面来讲 那么他基本上就是戒主要在戒烦恼 因为要出三圣 那重点是戒那个御坛 那么如果从大圣不共法来看 那么戒最重要的就是戒损害众生 就是会伤害菩提心的都要戒 会伤害大背心的都要戒 那基本上就是都不能犯了 不能违反了 就是所以他说假设你没有如法 身心不如法 就是没有好的就是持戒了 那么你可能都会剁三圣道 那么你剁了三圣道 你怎么样利用 没有干嘛 那你还要靠他救济 你怎么救济他 你偷到以后就贫穷卑贱 你要怎么样布施 你没办法 所以修行布施 更有修持进戒的必要 戒虽有世间出世间的 出世间上上的 但原则是一样的 就是戒身 那么戒身就得同情别人 尊重别人 尊重爱护别人的权利与自由 就要使自己的身心如法持戒 不损害他才对 心就是不害 印度人很重的不害 这个心 那么一般我们来讲 他这里有讲的世间的 出世间的 世出世间的上上见 这般我们说到五戒 这上次我们也说过 武称共法里面也有戒 他是五戒 三圣共法里面也有戒 他是俱途戒 大圣不共法里面叫做菩萨戒 那一般我们叫做三聚敬戒 就是一般我们把戒这样分 那么以这里来讲 比如说他有所谓的色律一戒 叫做三聚敬戒 这个是菩萨 他叫做色律一戒 色射法界 色射法界 跟劳力有情界 跟劳力有情界 在这里是牢育众生界 一样 那么另外戒里面 那么又有所谓的 一般说叫做别解脱戒 别别解脱戒 别别解脱 这个是三聚敬戒 别解脱戒 波罗提木叉 别解脱戒 那么有道共戒 有定共戒 道共戒 从他的层次来讲 其实就是一般来讲的戒定慧 一律于而慈戒 这是控制 我们不做什么 不做杀盗淫妄的事 这个定是因为你有定 你有禅定 你自然扶住 离遇又不善之法 你自然而然不会去照做 那么你扶住了 那么就好像一个大人 他不会再喜欢吃糖 不会因为 不会因为要吃一块糖果去打你 那小孩子就可能会 你抢一家糖果 一个大人 不会是因为一个糖果去抢 不会 类似像这样 那么定 他扶住烦恼 他已经离去那个禁戒了 就定共戒 定共戒就是因为你有定 那么已经调服烦恼 不会起那种出众的烦恼 那么这个别解脱戒 就是你必须要告诉自己 我比如说我今天八幻家就要过午不死 我过午就不能吃 然后我今天不杀生 我今天不偷盗 我今天不允育 八幡再见 那五届不学语 不忘语 那么你会 因为我今天说的这个 就好像初一十五 我今天要吃素 我不可以吃肉 虽然我一想吃 但是我不能吃 然后你有了吃 便宜 你自然而然不会吃 这个是 这个又不一样 倒共戒 就是你正到了之后 因为把烦恼的灯关掉 你根本就不会起烦恼 这个是把烦恼扶住了 你也不会起烦恼 不会 不会起很粗重的烦恼 维系的烦恼还是有 那这个是烦恼的跟断掉的 不会起烦恼 这个是调扶住的 这个是因为 你有心把它控制住了 所以你这个控制住烦恼 因为今天我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因为你有受监 所以你这个 你知道我这个不能做 这个不能做 就像你去其他的国家 法律规定 不能怎样 不能怎样 每一个国家的规定不一样 那你知道 不然你会被关进去 你就不会做 一样 那这个是别解脱戒 一条一条的 一条一条的规定 你知道你要遵守 你不遵守 你就会受苦 那么这个是别解脱戒 那定供戒是因为 你已经扶住烦恼了 他不会 那自然而然 我就没有这种过方 我就不会去 那定供戒 因为你有到 那自然而然 你没有烦恼 当然就不会起烦恼 去造恶业 这个是盗供戒 那么把烦恼断除了 那么 不会造恶业 那么 有定扶住烦恼了 恶业不起 而他心 他没有断掉 但是他的恶业不起 就好像你到了社界 你自然不会起 欲戒的心 不会有 欲戒的心没有 那像你说 你正了三果 那么自然而然 你就断了那个欲戒的 欲戒 不再会有 那到了社界 他扶住 但是他从社界下来 还会有 社界下来还会有 这个就是扶住 定供戒 但是你正了三果之后 你从此不会有 从此不会有 那么 定供戒是 你到了社界之后 欲戒的烦恼 暂时没用 但是你在到 还道欲戒的时候 他又会有 是这样 这个是 但是现在他不会有 以后不知道 现在不会有 这个是定供戒 扶住了 有定扶住了 你在定中不会有 出了定就很难说 不定 所以这个是 别解脱戒 也叫做律仪戒 律仪戒 定供戒 道供戒 别解脱戒 这个是 这个是另外一种的 另外 戒的三大部分 所有 主要 戒主要是三大部分 就是说 比如说巨族戒 一般我们叫这个 叫巨族戒 是律戒 巨族戒 菩萨戒 这一些的 那么 他戒主要包含三大 三大内容 就是道德规范 道德信的 这个一般我们叫做信戒 就道德规范 比如说杀盗淫妄这个 不管你有没有受戒 他都不能做 做了他就会有 有业 有恶报 有恶果 有受苦的 比如说我没有受菩萨戒 所以我可以杀身 没有 不是这样 我杀身就没有罪 杀身还是有罪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受巨族戒 我没有受五戒 所以我可以骂人 因为只有你们受戒 你们不杀 不偷到 我没有受五戒 所以我可以偷 我偷没有犯戒 你没有犯戒 但是有犯罪 就是说 你不管有没有受戒 你做了就犯罪 有罪就有 有罪就会受业报 叫做罪业 那么有罪业就会受苦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一部分是道德诡犯 他一定包含戒 主要有道德诡犯这一部分 那么有一些就是 如果依巨族戒来讲 那么我们说依巨族戒 其实菩萨戒里面 他在增加一种就是利他的 能够 比如说你巨族戒里面 你不帮助别人不犯戒 但是菩萨戒里面 人家有苦你不帮他你就犯戒 唯师普提心嘛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都指持跟坐持 指持 指持就是你不去做这些事 你就是持戒 指是遮子 坐持是你必须要去 你必须要去做这些事 比如说人家企业来跟你要 你不给他 五戒不犯 巨族戒不犯 菩萨戒就犯 你不做 唯师普提心 唯师大悲心 唯师利他的心 那么他就犯戒 那我们说戒的内容 里面来讲 就是道德诡犯 那么从菩萨戒跟僧文戒里面 他是不一样的道德规范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团体规约 就是一群人 尤其是僧文戒 一群人住在一起 那么必须要彼此 不要损害 脑乱到他 那么出家他是生团 那么如果我们一个社会里面也是这样 在这个社会怎样 以不伤害别人 那么你身团里面也是这样 比如说要睡觉 人家10点睡觉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半夜起来 那人家睡不着 就损害到他了 所以必须要有团体的规范 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的规范 规章 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规范 就是法律 但是规范这个社会 不然没有法律就是什么 没有秩序的 然后随时都会彼此伤害 你不尊重我 我不尊重你 你伤害到我我会伤害 你伤害到我前面 没有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那么就好像这个 这个是团体规约 道德规范团体规约 那么从菩萨界来讲也是这样 就是要注重到 要注重到这个社会 这些众生的需要 那么这样的感受 比如说在比丘界里面就有 假设你吃了蒜头 那么你要到下风处 风是从这边吹来 你要到这边 为什么 你在那边 那你吃蒜头的味道 人家不喜欢闻 那闻闻到 在你后面的人都很难闻 就很难过 那么你就 因为这些人就起了 起了烦恼 那就不容易修行 就损害到他的人了 类似像这样 那又想说 比如说 那么你随地大小便 那有的人经过 这条路上大小便 那有的人经过 擦到大便了 他就很脏 那不容易起 就起了烦恼了 那么这些都是要规范 大家住在一起 如果今天只有你住在一个 你住阿兰多 只有你一个人 你要在房间 要在浴室 要在厨房大小便 那也你家的事 可是大家住在这里 你不能够随地大小便 因为你要考虑到别人 要注重卫生 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团结归业 那么菩萨界也是这样 那么 僧文界也是这样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生活准则 这三大部分 那么生活准则就是说 比如说 其实僧文界里面就是 你衣服要穿好 我衣要好 不然人家要看到会起完 你出家人还是这样 你学我的人还是这样 你怎么样还是这样 你怎么样还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表现得不好 人家就会认定你这个团体 或是你这个人 这个修行怎样 然后就对你这个团体 对你这个宗教失去信心 所以这个叫做基险 人家叫做基险 那么你必须要有合理的 这是生活的规范 那么这一些基本上界的 界的一个内涵 界的一个内涵 不管就是大概有这三大 就是说从这个三大类来讲 所谓有所谓的社利于界 社上法界 劳益友情界 那么有所谓的别解脱界 有利于界定供界 道供界 那么它的内容里面 基本上就是有所谓的道斗鬼伴 团体规约跟生活准则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它这里讲 它有分所谓的世间 出世间 出世间上上见 那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 五胜共法的 这个是世间的 如果大家要分 还可以大家要分 五胜共法的 这个是五戒八戒 这个是世间界 那么出世间的 这个就是巨族界 那么出世间上上的 那个就是菩萨界 大概就是这样 僧文界 菩萨界 跟在家的 这个五戒八戒 世间的 好 那它讲到原则是一样的 互生 互生 互生就得同情别人 为什么戒是互生呢 比如说五戒 五戒就是五大师 不杀生就是不去伤害众生 它就是互生 那一样 那巨族界也一样 那菩萨界更互生 那即使是五戒 它都是不伤害众生 所以这个佛陀叫做自知之法 就是你这样做 别人对你这样做 你就不欢喜 那么你也不要对别人这样做 它叫做 所以五戒是自知之法 从最基础的五戒就是这样 那么就是你自己就知道 你不用讲很多道理 自己就是我们叫做将心比心 就是自知之法 将心比心就知道了 你喜不喜欢别人打你 喜不喜欢别人骂你 喜不喜欢你的东西 别人不讲就跟你拿走 不管你知不知道 知道的情况拿走叫做抢 不知道的情况拿走叫做偷 那么就是 那么你虽然你愿意 但是你拿了之后 那么不是照你原来讲的 那个都骗了 那这种我们都 这种其实都是犯截 不管你是偷 抢 骗 基本上都会让你忍不愧 如果有人偷 抢 骗你的东西 你高兴吗 不高兴 因为这样你也不要去偷抢骗 如果有人伤害你 打你 骂你 你愿意吗 你也不愿意 所以你也不要去对待别人 如果有人破坏你的家庭 伤害你的女儿 那你愿意吗 那你也不愿意 那所以你也不要这样做 所以五界 不管是五界 然后居足界里面的团体归 甚至菩萨界 那就更不用说了 都是这样 所以他在做自知之法 又叫做五大师 这个在五生共法里面就有讲过 我们在往底下说 所以 互生就得同情别人 尊重别人 尊重爱护别人的权利与自由 所以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就要使自己的身心如法慈见 不损害他才行 所以借已能断 就是断除损他的怨心 就是不损害他 那不损害他 即使就是能够利益他 那么怨心为本 从不损他的意愿 表现于对人类 对众生的生与行为 这个就是从意念 这个是心 意念就是心 有这个慈戒的心 那么表现出来 就是有慈戒的行为 行为里面主要是身形跟口形 语言跟行为 所以这个就是守法的戒型 因此戒是对人类 对众生而普遍的施语无畏 人家不会因为你感到害怕 害怕 害怕生命受到损害 身体受到损害 财产受到损害 家庭受到损害 不会害怕这一些 性欲受到损害 就是他的诚信 他的事业 种种的这一些受到损害 他不会害怕 他不会因你感到害怕 那这个就是无畏 造成彼此间无威胁 无恐怖的和乐与自由 所以如此不杀戒的 他举例 不是不杀讲不杀影 今天不杀明天不杀 就是从对象来讲 是一切的众生 从时间来讲 是尽未来尽 或是假如我们叫尽行受 那菩提心 菩萨界是尽未来尽 从今以后 一直到我成佛 我都不杀生 不是不杀A 不杀B 不杀人 不杀动物 是一切众生都不杀 一切死都不杀 是这样 那么我们可以讲 一切处 一切死 一切众生都不杀 那么所以一切众生 离杀害心 那么从今以后 就是一切死 从今以后 一直到未来去 近未来去 此不杀戒的 什么时候 也不会对他 有被杀害的威胁 常常举个词 像一只老虎 就算他吃饱 动物都是这样 吃饱了就不会再去吃了 旁边很多羊 他也不会去杀他 但是即使是这样 即使我是一只羊 不要说一只羊 我是一个人 我知道这只老虎 已经吃饱了 吃饱了 他就不会再去抓羊来吃 抓人来吃 但是我还是会感到恐惧 我还是会害怕 他什么时候发生 就咬完一口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 他可能觉得要吃一下 吃饱了还想再吃 我怎么知道 所以即使他已经表现出 吃饱的样子 我还是会害怕他 因为他是老虎 他会吃人 如果他是一只兔子 就算他在怎么饿 你也不害怕他把你吃了 他不吃了 他是不吃肉的 他是吃草的 因为你知道他在怎么饿 他也不会想吃你 自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他是吃人的 他是吃肉的 他即使再怎么饱 我也害怕他什么时候咬完一口 因为他有那个习惯性 那一样 那么你如果吃不杀生戒的任何人 到了你这里都不会有害怕的心 所以他知道他 谁也不会对他有被杀害的威胁也不会 他不会产生害怕的心 这是因为利于一戒的时候 就有积极的利益 单单利于一戒就有不害他 利他的这种意义 那么这一点你没有先做到 后面的更积极的 要不断的去利益别人 社上宝戒 劳益众生戒 那么就更不用讲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个礼拜 我们可以吃 大家会长回乡 愿你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